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过去一个星期 乌军在东部跟南部战场都有推进 不过美国警告 接下来气候转施 乌克兰恐怕只剩30天的反攻时间 炮弹发射瞬间 士兵一进回旋梯 对着镜头再挥几拳 乌克兰公布反攻前线最新影片 除了开炮 还有急速弹爆炸瞬间 另一段画面里 来自各国的志愿兵 突袭俄军营地 爆发激烈强战 在乌克兰公布的各种反攻影片中 看起来气势如虹 似乎相当顺利 但实际上 美军高官警告 反攻根本还没达成想要的目标 秋天来了 乌军适合作战的天气 大概只剩30到45天 但乌克兰可不这么认为 情报局长反驳 就算秋冬湿冷天气不适合打仗 但乌克兰反攻不会停下脚步 还预言俄罗斯没有办法再撑一年 2024结束以前 乌克兰已定赢 坚持东部南部战线都有最新成果 乌克兰反攻还有诱敌数 爆炸后接着是一片欢呼 为什么清楚 因为俄罗斯炸的只是雾气模型 假的防空系统 但战线越往南部克里米亚大 得担心没网路可以用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最新传记 写到马斯克去年 拒绝开放克里米亚新链网路 导致乌军偷袭塞凡堡失败 马斯克理由是如果俄军船舰被炸 可能会导致俄罗斯使用核武 但乌军攻不下克里米亚 俄罗斯就会继续对乌克兰各地轰炸 从南部赫尔松和奥德萨 到首都基辅 最新一轮基辅空袭 拦截率不到百分之百 就造成至少一人受伤 同时俄罗斯还在四大战领区 举办地方选举 俄罗斯声称民众踊跃投票 而坚定支持普京的政党 刚好在四大二战区胜选 不过乌克兰指控这些都是假投票 还说有民众被拿着枪的俄罗斯官员 胁迫才去投票 特别新闻继续报道 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有网红 持续在网路上帮普京宣传战争 并且从中获利 再请做亨党了解 好 我们常说网红经济 没有想到也能够应用在战争上吗 我们看到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其实俄罗斯方面 他们常常使用网红来进行大外宣 他们被称作是Z博主 他因为用Z来表达支持战争 他们会传递的内容 包含首先是报道前线的状况 再来是也会透过影片或者是图文 来呼吁年轻人加入军队的行列 这些网红有多重要呢 因为他们现在不能够使用 像是Facebook Instagram等等的 这些平台 唯一的选择就是Telegram 所以他们也会透过这个平台 来向外做大外宣 而普清他也曾经邀 这些网红媒体会谈了两个小时 就直言说 真的是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 而这些网红 不只是帮俄罗斯政府做大外宣 他们自己也赚了可观的财富 像是这位亚历三大这个科茨 他就有60万的粉丝 每条广告的费用估计下来 就来到了1.6万到2.3万台币 他自己也说 国防部常常会听他们的意见 私下还会跟他沟通 还有一位更多的粉丝 是这位赛缪恩佩格夫 他有130万的粉丝 所以自然他的广告费用 来到了6.2万台币 不过这里出现一些现象 因为很有可能会散播 伪造的影像来鼓励参战 像是这个影片是有两名的乌克兰士兵 他们来向一辆车 说是这个车上坐着一个富人 和一个小朋友 他们都是讲俄罗斯语 所以因此是被威胁刁难的 但是仔细来看 其实清俄士兵的占领地 乌克兰军队好像不太可能 会在这边行动 再来是乌克兰军队 他们也禁止使用行车记录器 以及十字和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是有一些些不同的 国防部今天证实 解放军的山东号航空母舰 再度编队经过我国的东南方海域 到西太平洋进行延续 台风消散了 中共机舰活动也恢复了 9月11号国防部揭露 台海中线和西南空域 侦获解放军快慢速机 11架次和4艘船舰 其中包含航舰山东号 编队沿巴士海峡 挺进西太平洋 当海空演训暗表操客 地面部队也不会闲着 操演此起彼落 6号到10号 中国大陆温州和台州近海区域 再度飘散着年度实弹射击的硝烟 尽管和台湾相距250公里 在敏感政治情势之下 小规模的例行练兵 也有弦外之音 4月5月也是中共的一些 它的两栖部队 或是陆战队 会到它沿海的海信场 来助训 就是在基地助训 那一般陆地的部队 也会进入它 训练基地去助训 那大概训练到6月左右 它开始就做 它的一个训练成果的演奏 所以大概你就会看到 6月到10月这段时间 是整个中国大陆的演习的 一个高峰期 并不是临时规划出来 虽然其实它很多演习不是既定的 那它只是因为 随着国际情势 或者台湾的情势的发展 是做一个稍微的一个调整 日期接近总统蔡英文 出访反台 专家姑测 此心和美方没有直接关系 使得军演规模 还不需从沿岸 升级成联合封锁 又或许是 当下的黄海和东海 对中共来说 敌情更紧迫 每家联合舰队 操演于东海之上 换解放军派导弹驱逐舰 从旁紧盯监控 加拿大媒体CBC指称 自家沃泰华号 和共舰对峙 长达三个小时 这状况让南韩也格外关注 因为9月中 就要和北美两大国 以美韩同盟70周年的名义 前进黄海联合军演 两栖突击舰 准航舰装载 规模堪称近十年最大 各界一致认定 舰指大陆和北韩 因为中共解放军的 海空军力的扩张 在区域可以形成竞争的优势 那这方面就是在太平洋的西岸 美方的这个支援 或者是确保这个优势的空间 是有限的 所以一定是结合盟友 我的看法是 美方可能会形成一个前行防卫 拉拢盟邦 为何共同敌人 美军近一个月动作 态势明显 从8月下旬 美日澳在南海的大规模操演 事隔两周和加拿大 回军北上 更高调po照 宣示自由航行 加上不久后的黄海演习 形同压着中共 面对一个现实 战线不止台海 他的这个 从中大陆的角度来看 不要影响他的兵力投射 或者是扩张 或者是区域拒制 那如果美方也想 在这个防线上加压的话 那其实冲突就很难避免了 台海或者是东海 南海这边的活动 其实对解放军 自己本身的后勤 也会造成相当的压力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也会必须要一收一方 那再加上是美国目前 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态势 那事实上在中国内部 经济问题非常严峻的 这个时候 他们可以理解 他们并不会希望 在多个战线 就是不同的领域 同时展开 共军想要突围 就必须坚持壮大 蓝水海军 特别是现代化航舰 南华早报披露 具备电磁弹射的福建舰 除了施工棚架已经拆除 也装设了疑似用于 协同交战的感知装置 投入海上测试后 如果在2025如其服役 势必影响印太台台海战略布局 比方说我们在美国航舰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超级大黄蜂 现在虽然涵盖了战斗机 跟攻击机的任务 但是它还有预警机 还有反潜的相关需求 还有各种不同任务的机种 需要使用 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共军再慢慢把相关的东西 建立起来 对我们更大的威胁 其实是他们的水面舰的 长程打击武器 比方说动物 动物量 这些艰型 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有 大量的巡弋飞弹 或者防空飞弹去 在区域形成一个 就是对空或者是 对地面目标的攻击能力 那我们知道他们会远航 进入到台湾的东岸 那么那里也是我们未来 海空军会进行交战的 很重要的场地 未来如果又发生围台军演 力道是否随着中共强军 与日俱增 特别是近一年的敌情 强度远胜以往 即将公布的国防报告书 将变向验收国军 应对之道 TVBS新闻朱光宏 叶玉甫 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